全球馬不准备妥當低濕場賽事 三番千二米的短途賽大熱 在六 隨時起步 一開閘的時候 應聲彈出綠色衣服的年年有型 在外面有傑出漢子 內蘭紫色衣服金池 外面淺藍衣服吉隆走上去 中間第五位灰賣鑽色脆殘 後多層超音書有些搶口 中檔位置逐夢年代內蘭黃衣起起任務 尾四是馬友雲 後面三隻神舟浩牆 尾位置是大財 暫時電口是十二馬 轉彎的時候 前面連連有型荒 吉隆咬上去 再見到第三位有這隻傑出漢子 外面第四是鑽色摧殘 內蘭第五是金池 第六位是逐夢年代 後些馬才有起起任務超音書神舟浩牆 尾三是馬友雲 後面兩隻十二馬大財 最後三百多米 前面連連有型佔先 見到外面有吉隆貼著他 偷入面上去 夠不夠位 金池 中檔位置還有結出漢子 最後八多米 內蘭喘上來 是金池 中間有連連有型 外面還有結出漢子 最後五十米都 金池 就把後面的對手扔掉 打開來香港勝利之門 跑第二名 結出漢子 至於第三名 連連有型 臨門有點力弱 第四名 是逐夢年代 結果這隻金池 繼今日那隻 紅運帝王之後 金池 亦都一同打開勝利之門 亦都贏得特別獎金 100萬 好輕鬆的姿態 成文的美虎 六號的金池 打開勝利門 潘頓 蔡約翰 第二名 十號的結出漢子 何宅堯 二號的連連有型 放了回來沒有 第三個中營禮 第四就是十一號的 逐夢年代 田太安 連連有型都停得很快 但吉隆更快 完全停了 他真的放不了 最後就很快停 跟班制都接近 一直葉雪 越入 衝勢都很厲害 對 在裡面摘位 駁上來 加速力 和試駕一樣 三間一預計派賽 勝出A一格夜熱門派12元 那些大財一落在尾 全一一樣 沒有啦 全一一樣 騎士王預計賽過 騎士編號1號的潘頓 一回來又4圓 58分封王 阿塞都捏回2圓 最後 這隻也交代了 馬主 剛剛拉完頭馬 拉了一次了 這隻都急進的 對 已經慢了 通常一出即勝 要一組贏 對 但可惜對手很強 你看看 每次都熱門 上次輕微的不良於行 跟一班人拉頭馬 剛才是紅昏帝王 這隻就金池 吉奴有沒有事 最後報告 都停得這麼快 好 今次馬主獲得自購馬首次勝出 第三班賽事的港幣100萬元 特別獎金 第一班賽事的港幣100萬元 看下載了 相當中的 有一個人 塑造 並不是 那隻 不知 有些人 其他人 都追上D 她叫做起起任務 或懸欄 也挺不妥的 泥 也挺不妥的 泥 跳著跳著 尤其是轉彎 對 是 先回到 曲名 好,看看尾場的直鏡 起步慢一點 大才又縮在後面 神舟號場,十二馬都縮 前面最快,連連有型 今時跟著他,轉色吹燦 上來了,黃色衫結出漢子 吉龍,他又沒有大力隊 就是捉住捉住,順勢來 超金樹難搞的了,三疊 逐夢年代,起起任務就好亂龍 還有一些馬有魂在後面 都是一些實力比較參差的一場 所以儘管你見前面連連有型 都放得很快 但都是前面那堆實力馬回來了 後面那些很難紅的神舟號場 馬右運,十二馬 那些都不是很特別能力的馬 沒有什麼馬可以追上來 你看到吉龍,也要看一個錯誤報告 如果他真的沒有驗到有什麼問題 可能他暫時都不是很喜歡跟馬跑 都是喜歡自己帶 這裏有些危險的,金慈 駁在那邊的位置 只要中逆禮埋少少,他就沒有了 結果他就駁到那位上來贏了 逐夢年代,田泰安都很落力的了 已經整個身都動了大力 抽邊都拿不到那批 就盡了力了 後面那些馬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分斷時間頭段23秒75 第二段21秒87 末段22秒76 總時間1分08秒300 標準時間快了大概有7線